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他创立的理念是希望能够去栽培 一式技术专业的人才 在他的投入跟他的用心之下 也经历了我们多任的校长跟师长们的努力 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那回首我们的历史 其实我们真的从毕露蓝旅一直到现在 今日的这个优质卓越 我们的中台科技大学的所有的师生的努力 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从当初创办人三个科开始 一直到现在已经三个学院 十五个系 每一个系都是在社会需要的重要的人才 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们所培育的人才 也都受到社会的肯定 也都能够贡献在社会 这是我们非常开心 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在这边欢庆的一个时光 中台科技大学在成创办人天机博士的创立 至今从中台一专 中台技术学院一直到中台科技大学 这五十五年的风华 要感谢所有历任校长的苦心经营 还有学校老师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 那未来因为时代的变迁 科技的进步 会有很多的改变 我期许呢 学校啊 能够在这个少子化的现象里面呢 能够更努力的经营 然后能够跟着时代的进步 把我们的学生呢 让学生能够有创新的教学 让学生能够为这个产业界来所用 那持续的学校能够有勇气经营 再造更多的无数个的55个多年 中台在移动医疗方面呢 这一次呢做得不错 我们在短短三个月当中呢 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防疫的医疗教室 那这个医疗的设备呢 我们可以为病人呢 做移动医疗的X光摄影 我们可以到病人不能出来 拍照的病房呢 我们进行拍摄 而瞬间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马上了解到 COVID-19的病人呢 他的肺部的静润情形怎么样 我们不能够等 我们必须病毒赛跑 所以我们短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呢 中台一直都在 大声唱着的鼻子着澹澹 这世界都聚集了习惯 风雀旋转着鼻里回忆花 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中台一直都在 中台一直都在